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师父现在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很精彩的东西,就是怎么样来对峙,就是来解决这个骨盖。 时间关系只能简单地给你们讲一讲,贪欲,第一个盖是贪欲,骨盖里面呢,贪欲盖。 贪欲盖,对峙他的只能用不静观和不施情。 不静观是什么?哎,这个人间啊,什么都不干净的。 贪什么?贪来的财,要倒霉的。 你看现在多少人出毛病,出事情,都是出在钱上面的。 你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一辈子努力,到了最后, 失败就失败了个钱财上。 你要用不静观,就是说,这些都是不干净的,不是我的,不要拿。 所以,过去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你要有道理,你才可以拿钱。 没有道理的钱,不要去拿。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 你们很多女孩子做坏事,就是因为拿人家太多, 吃了人家再多,所以人家提什么要求,你就得满足他。 你就不值钱了。 你自己活得不是挺好的,为什么要去贪呢? 所以贪要有不静观。 今天,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我要看得到, 会造成我精灵的污染。 所以我要把它作为不干净的东西。 我不能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怎么样来把自己的贪欲能够去除呢? 我不贪的人,就是经常不失的人,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 我自己有的东西,我给别人。 你知道经常给别人的人,他会贪人家的东西吗? 什么都要你给别人的人,你说他会贪吗? 这个我也要,那个我也要,这个人才会贪。 这个贪欲干,用不静观和不失行,不失去做。 你成功了,你成功了,就会克服你的贪欲干。 这是第一个。 第二,对质称慧,就是怎么样来治疗你自己的恨念。 用慈悲观,忍辱心。 你看你恨的时候,你老公骂你的时候,你恨得不得了,咬牙切齿的时候, 你慈悲一下,看看老公也蛮可怜。 过去对这个家也做出很大的贡献。 看看他其实也是个人,他也有内心的痛苦,他也不容易。 可怜的,衣服也穿得不是太好,一辈子也没想做过事。 打了一辈子,跟我压力这么大。 很多事情也是双方造成的,所以你用慈悲观去不要去恨。 因为你没有恨之后,你没有称慧的话,你自己舒服啊。 你恨别人,对对方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只有对你自己造成伤害。 所以恨别人是对自己造成伤害,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 所以你们去恨别人的话,人家不知道的,你恨你的话。 你自己恨得难受了。 恨到最后还要怎么样啊?咬牙切齿。 年纪大的人咬牙,咬的是假牙,还不如把假牙拿下来,咬一咬。 所以要有慈悲去对称自己的称慧。 要恨的时候,要学会忍辱行,我忍耐一下吧,他也曾经对我好过。 哎呀,这个人也不容易,这种人以后会报应啊,所以他以后吃苦头的,你就忍耐,忍辱了。 啊,就对自自己的称慧啊,不要去恨别人,要开心。 第三,对自昏眠。 怎么样来对自你自己昏昏沉沉,整天想睡觉。 你无常观持戒平。 无常观什么?不要再睡觉了。 这世界无常的,说走就走的,哪一天你活不了了,你这个节过不了了,你撞到车就跑掉了。 啊,你还睡什么觉啊?你不好好做点功德,不好好做好人,不好好做好事,你还能上天吗?你还能做菩萨吗? 无常啊,说来就来的,哪一天这里痛查得了癌症的话,你不就是无常观啊? 叫你们经常要看到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所以做什么事情,要持戒,持戒什么,讲好几点钟起来,我就几点钟起来,逼得自己念经。 逼得自己不做坏事,守戒,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我没有时间跟人家吵架,没有时间去恨,我念经都来不及,我小王子都来不及念,吵什么也是梦好吵的。 今天念经都来不及了,持戒嘛,你们告诉我,至少先持五戒吧,贪嗔吃慢,也要戒吧。 你如果能够守持自己的戒行的话,你说你还会昏睡吗? 戒狱,我今天要成佛,我必须守戒,早上五点钟起来就五点钟起来,六点钟起来就六点钟起来,又有恒心的,很多人我要减肥。 五年前我就要减肥,没想到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身体是喝水都会胖,怎么越减越胖,你真的要减能不减了瘦吗? 减得了的,很多人有恒心的,守戒的人就有恒心了。 说减肥,说不吃东西就很有决心的。 所以很多人戒烟,哪有没有等最后一条臭完了才去戒的? 说不臭就不臭,喝酒,等我这一箱红酒喝完了我才戒。 这种人没有信心的,说戒,马上就戒,说停就停。 所以,第四,对治,调局,以术习惯,禅定性,菩萨教我们一个方法,心情不好,老想到过去难受的事情之后,用术习惯,什么叫术习啊? 术习惯,数自己的呼吸,坐在那里,一、二、三、四、七。 脑子硬让它集中在某一个点上,不去散乱,不去想过去的事情。 树习惯,禅定。 你们现在坐在这里,能够坐两个小时,都没有感觉很累,你们就是在坐禅。 你们脑子只要干净,没有乱七八糟乱想,你们就叫坐禅。 你们最后两个小时坐在下面,非常的干净,什么烦恼都没有,因为你们没有想过去,也没想未来,也没想到我要做什么事情。 哎呀,什么杂念都没有,就请师父在讲课两个小时,你们就是在禅定。 所以师父经常要看你们能不能定下来,你们坐在下面的人,左看右看,眼睛左看,这种人定不下来了,这种人没出息,这种人学不了。 你看念经哪一个人,心定不下来才念经啊? 心定不下来叫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大家听懂吗? 素习惯,想不开心的事情啊,心情不好了,跟我好好的坐下来,数一数数一次啊,想到自己的呼吸,有的时候坐在那里。 你就会感觉到自己一呼一吸,一呼一吸,思想集中在这里,脑子不散乱,就不会想到未来过去,很烦恼的事情。 受习惯,禅定,我坐在那里就坐在那里。 你们去看,坐立不安的人是不是烦恼啊? 碰到问题是不是坐立不安啊? 你们坐在这里,我坐着定定的人,就是稳着住,就禅定去。 你去看社区里面我们开会, 哎呦,讲话吵的嘞,下面都能进都进不下来,烦的嘞。 每一次在上面,主持会议的人总是要讲。 哎,大家安静一点好不好,大家安静一点。 大家听频道讲话,大家听着呢,哎,大家不要讲了好不好。 哎,大家不要讲了好不好。 你看我们开会,就生意不了。 你们坐在这里,你们自己连自己的呼吸都听不见。 就是叫安静。 第五,对治疑惑,怀疑,离惑。 疑惑,用什么方法呢? 坚信三宝。 坚信三宝是什么? 你要相信菩萨呀。 菩萨真的有的啊,在这个世界上。 菩萨怎么会没有啊? 你坚信三宝,菩萨就在你身边了。 你这样的话,你就成功了。 所以坚信三宝。 所以你不要怀疑啊,没怎么好怀疑啊。 菩萨说了,因果丝毫不爽啊。 你今天怀疑,个人也个人知己悲啊。 你今天怀疑你老婆在外面有男人, 菩萨有眼的,看得见的会惩罚他的。 你心里就舒服很多了。 当然这是你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境界高的话, 哎呀,菩萨会知道他,不要让他做坏事的。 不要去怀疑他,不会的。 你就是他有这种事情,你要相信, 坚信三宝。 我相信菩萨一定会改变他的。 我相信菩萨一定不会让他过分。 你全部都从信心当中得来, 正确的对峙自己的疑惑啊。 你们知道怀疑是很痛苦的啊。 我问你们,你们怀疑领导对你不好, 明天要把你开除了。 你们害怕不害怕,你也太常看。 你做错一件事情,你在菩萨那里跪了之后, 我菩萨那里跪了之后,你害怕不害怕。 你今天做错一件事情,你跪了菩萨那里践离佛的时候, 你害怕不害怕。 怎么不害怕。 你感觉今天不好要出事了,你做了多多梦, 你害怕不害怕。 百分之二百万般, 大家都是人都在学佛,大家要相互理解。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相互帮助,相互理解, 能够共同找到心里的一个灵灯, 那就是明天见情。 那懂啊?你们到底活着为什么? 我们的爸爸妈妈活了一辈子, 爸爸妈妈得到了什么啊? 我在问你, 你爸爸妈妈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他们什么都没得到, 来也空空 去也空空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所以我们也要跟他们一样吗 什么都得不到 我们是一样的 是什么都得不到 但是学佛的可以得到无尽的保障 那就是我们学佛的智慧 我们可以一世修成 我们可以在人间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天上爬 一直爬到最后 那么你们很多人都忘了 那下辈子能够到天上 那我这辈子受苦怎么办呢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辈子在修的当中 你就可以去除烦恼 你就可以家庭平安 你就可以生气平安 求得不灵谁来求啊 你们哪个人没有感受啊 两千五百年佛琢传扯来的历史 两千五百年为什么一直下火不断呢 你们游行歌曲也就唱几年了 我们很小的时候很多人都告诉 哎呦周璇唱得好 哎呀惊嗓子 现在几个孩子是知道周璇的 可能再过几代 哎呦我们跟他们讲起来 邓宇军唱得好 那些孩子现在还要听邓宇军的歌曲吗 再过几十年 哎呦当年周华健唱得好 那再过几十年之后 谁要听周华健呢 你不要说几十年了 几年之后我都不要听他唱 听不懂吧 这个世界什么都可以流失 智慧不能流失 什么东西都可以没有 不能智慧没有 人可以岁月流失 人可以永远流失 我们人不能流失自己的本性 我们良心永远不能没有啊 不能来一杯狗吃了 人家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怎么可以骂人家 怎么可以害人家 哪怕今天的缘分在一起 好好珍惜 缘分没了 也要好好珍惜啊 要感恩啊 缘分没了 要感恩别人 缘分有的时候好好珍惜啊 一切都要珍惜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学博学到后来 境界越来越高 人家问师父 你是下辈子能够到天上 那这辈子有什么好 我已经跟你们说 这么多好了 最大的一个好处 就是死的时候 不会很痛苦 因为谁死的时候都很痛苦 但是有些人凶得好 睡一觉 醒过来 走了 这就是最大的好处 因为人最难受的一刻 就是 生离死别 放不下 孩子来看他 家具了 房子了 什么都放不下 如果你的睡一觉 就找人 你说你有什么痛苦啊 一醒醒过来 哎呀 我怎么在天上了 啊 我已经离开了 哎 上了 到天上了 有办法 哎呀 我怎么在下面了 哎呀 我就死了 啊 鬼叫 我们知道鬼为什么叫 就是当常知道 自己已经变成鬼的那一刻 狂叫 所以人家鬼哭 狼嚎 鬼叫像狼嚎一样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好好学习 好好修心 你们的命 全部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 好好地修 你们就拥有灰命 你们不好好地修 懈怠 你们就丢失了你们的智慧 和你们的灰命 好好努力 到这里了 什么都不要想 天天拜佛念经